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讲佛学不是民间佛教 民间佛教我是在另外一堂说的 经堂我们是主力是展到佛学这种哲学 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所谓佛教徒 有一些搞不清楚信什么只是拜神的 但是也会遇到一些佛教徒 他说我很清楚我是不拜神的 我不是迷信的那种我是研究佛学的 然后他说佛学很高很高很深很深 究竟佛学是讲什么呢 所以我就经堂就跟你稍微理解他怎么高深 实际上人基本上都在生活 我们在工作我们在追求成功 但是在生活的过程当中 我慢慢会遇到一些的烦恼 佛教很喜欢用这个烦恼这个观念 会遇到一种烦恼一种苦楚一种困惑 然后我们就开始反省 就是原来我们是有痛苦的 那么我们的追求是如何可以解脱痛苦呢 这就是佛教的思想的开始了 那么这个释迦摩尼 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 他从小的时候就思考这个问题 人为什么痛苦 所谓生老病死 但是还是年轻的时候就看到人是 总是逃不了一种的苦恼 那么这种痛苦怎么能够解脱呢 他就花很长时间去思考到处的去修 去游行各地去好好修 终于他有一个领悟 所谓成佛 佛这个字就是一个领悟的意思 那么这种领悟就是他发现 他要体会宇宙的真善 领悟这个真善 你就可以解脱痛苦了 人的苦很多 生老病死 还有爱别离 你喜欢的你就要跟他分开 求不得你追求的追不到 这个怨真慧 这个怨恨 还有真护都会来到我的身上 五因圣 圣就是我的欲望很多 每一样都让我痛苦的 人的欲望很简单 你想我不是要买东西的 基本上我们生活东西都很够了吧 但是看到大减价要想买一些 那就是一种欲望 如果你看到这个很便宜 回家想一想还是去买 去了给人买掉了已经 没了 也是会有痛苦 这次欲望的痛苦 还有你爱的会分开 你追求得不到 你不喜欢他他又来 所有这些现实的生活 而且我们也会老也会病也会死 其实无可奈何 那么为什么这些成为痛苦呢 那么在早期的佛经里面就提到 就是诸性无禅 这个阿含经是 四个阿含经是最早期的佛经 他写的时候大概是公元前八年开始写成最早的佛经 佛经写成文字是离开西奥摩利 五百多年的时候才写出来的 他不是记载真的西奥摩利展的话 而是近五百年佛教的侄团 他们全说了西奥摩利的说法 但是他最关键的一个领悟就是一切是无常的 无常的意思是什么 一切都是在变化当中 没有东西是不变的 痛苦的根源是内在有一种无明 无明就是一种要黑暗的状态 人心有种黑暗 由于黑暗我们看不透一切都是变化 我们对事情就执着 执着就是一定要求如此 譬如说娶太太的时候 太太非常漂亮 那么我们就很执着她永远漂亮 结果真的一定痛苦 过了二三十年 太太变成又看又啰嗦的时候 就痛苦了 原来你以为太太永远漂亮 这是一种看不到真善 所谓时善真实的样子 因为一个人是变化的是无常的 你娶她的时候 当然是美丽少女当然漂亮 但是过了几十年 她可能变成一个 要叛妞啰嗦女人的时候 你就痛苦了 为什么你不是从前那个漂亮的 美人 快点一个太太 你娶我的时候 多么的英俊潇洒 现在变成这样一个家伙 但是如果你有 你是很有智慧的人 一看就看透了 当我娶我太太我想 二十年后肯定成为又叛又啰嗦的女人 然后再来有一天她真的如此 我就想 你看我早就知道了 你看我多么有智慧 你就不会痛苦了 痛苦了 不过我说最奇异的就是 我总是这样以为我太太会变得越来越难堪 想不到结婚三十多年太太还是很美丽 我说这就是基督教的道理 上帝要神级的 而这个在旅程是早期明国年代著名的哲学家 也是个佛学研究的专家 他说他在一本书叫 《印度佛学源流略展》里面展到 佛学的对战就是真实 什么是真实? 人生就是变化 就是真实了 这个叫如实观 这是如实的来看到世界的样子 在佛教有个名词叫真如 真如就是他原本的样子 一切它本来就是这样的 所以佛教不是讲这种超越的 一种行的上学的真理 它反而是一种非常实践性的 叫你怎么看人生 人生的真善是什么? 一切都是变化 这只是人生的真善 所以我们从前在香港就有一首歌唱 是否世事常变 变化原是永恒 这首歌非常流行 我说这就是佛学的一首歌 那个写的人就是有一点佛教道理 他个人非常执着的 不过他写的时候写得很高境界 那么一切都是变化 所以无常就是一切都是变化当中 诸心就是一切的活动 宇宙一切活动都是变化无常的 诸法无我 诸法无我就是一切的事物 续上一切的事物 一切的你看到的东西 基本上都没有不变的自己 这个我就是自己的意思 这是不变的实体 我们以为有个东西 这个东西有他不变的实体在他后面 但是原来他没有这个实体的 你嫁一个老公的时候 你以为这个名字代表一个人的实体 你嫁给他的时候像周英发一样的英镜 但是你以为这是他的实体 原来过了几十年 他就变成吴梦达的样子 上次我也提过了 这个周英发变成吴梦达 幻且谢霆锋的样子 你娶他嫁给他的时候想不到 后来他变成一个老家伙 肯定的怎么应精的人 都将来会变成一个老家伙 肚子越来越大 头越来越关 而且到处搞 搞来搞去搞女人 你真的很痛苦 为什么我嫁给你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 说实话一切都是无常的 然后他也没有不变的本体 所以他在变化当中 所以有时候说 怎么你变成这样子 你从前不是这样子 如果那个男人懂得说就说 因为一切都是无常的 那么这就是一种的看事情的方法 一切的流转变化 所以有漏皆苦 这是一个有缺陷的世界 是有痛苦的 但是你要怎么解脱呢 叫裂盘直径 裂盘就是达到一种 好像吹熄了你生命那种火 一种很冷静的一个状态 就是这个欲火很多 人的欲望那是火很多 你把它吹熄 它原文就是 把那种火吹熄 你心中太过多闪法了 你把它吹掉 可能你就小很多的痛苦 这个也是真的 有时候特别在政治的争论当中 你看到 你看如果在台湾 一到台湾你是很痛苦的 因为我在台湾一看电视 就是天天都在吵架 在电视台 每一天两派 大家都在吵架 现在到山坎也是派一派 都在吵架 在吵架当中 两边都受苦 你把它吹掉 忽然间 你看透了 这一切都是虚幻的 终于有一天会没有的 你就不会很痛苦了 这可不是一种道理吗 所以佛教这个叫四法应 四法应的意思 法应就是标准 四个佛学的标准 第一一切变化 第二一切没有不变的实体 第三一切都有痛苦 第四你可以通过吹析这一切的 把你那种浴火 这种心灵的这种抓住把它吹掉 也要进到一种安静的心灵当中 而解脱了这些现实上的种种的变化 带来的苦楚 那么这就是原始佛教里面最基本的道理 然后由于一切都是流转变化 所以一切都是无常 但是原来佛学是用一个名词 叫因缘其灭 来讨论这个宇宙的变化 什么叫因缘其灭呢 因缘其灭就是说 一切事物都好像彼此相关的 所有东西都没有独立的存在 所以佛学是从相关性去理解一切 而不是从实体性去理解一切 这是跟我们西方的训练刚刚三返 我们西方的训练就是说 什么事情先下个定义 一下定义就说 这就是它的实体 它的本体 所以我们一读书 一开始就定义的了 什么叫哲学就下定义了 什么叫社会学又下定义了 但是当你的定义就好像把它孤立化 变成一个实体 但是你发现原来它是在很多关系当中 没有东西是独立的 一切都是所谓因缘当中 因缘当中就是此生彼生 此灭彼灭 而你定下来的只是一个语言而已 因缘的意思就是相关性来看一切万物 此生故彼生 此灭故彼灭 这就是因缘的定义 因为这个就产生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又再产生另外一个 当这个没有的时候 其他也没有 当黎曼松帝一倒全都倒 此灭故彼灭 当拉登一炸 要引起很多战争 此生故彼生 由于这样就引起这样 如果一开始沙达姆布斯有个欲望 要拿这个科威特 他有个欲望 他有全力欲望 要清了这个科威特 他一打下来 就引起美国要打他 此生故彼生 美国打他 美军进到沙地阿拉伯 当美军进到沙地阿拉伯 拉登就很气 沙地阿拉伯是伊斯兰州的圣地 不可以让美军来 所以他确定要搞出恐怖主义打美国 如果不是沙达姆 要拿科威特 美军不会到沙地阿拉伯 美军如果不是到了沙地阿拉伯 拉登不会搞911 911之后 如果不是拉登搞911 美国不会打阿富汗 不论美国不打阿富汗 也不会打沙达姆打伊拉克 现在全都打了 现在全世界都乱起来 好像某一种因缘 就是某一种事情 引起这个世界 再引起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一直引下去 如果另外一方面 如果人不是贪婪不愧 大家都买股票 去买炒这个地产 然后忽然之间 这个地产变成帮帽 一爆 结果大家的钱都没有 那么这个持什么不比什么 一个黎曼一岛 其他金融全都倒 一倒就全都倒 一起全都起 这个就是所谓因缘的意思 由于一切只是因缘其面 没有东西是独立存在 所以所有东西都不具有不便的实体 所以说一切都是空 这就是佛学的基本 它是一套哲学来的 这跟基督教非常不一样 因为基督教是一种启示 上帝主动来跟人会面 能体会到上帝来的亲情 喜乐那种爱 佛学原初都不是这种的 它只是一套的思想 一套哲学 这个西藏摩尼实在是个思想家 但是他也有一套修的方法 就是你通过一种静修 你就可以领悟一切都是变化无常 一切都不具有不便性 如果你明白一切接空 东西有没有都一样 所以这也是一种智慧吧 你有很多钱跟没有钱 基本上没有什么分别 就好像今天呢 新闻说 有些有钱人 千万富豪 十多个要找太太 公开还有个机构 找美女的太太 五千多人应经 五千多人都美女 承担有钱人的太太 这就是五应性 五应性 就是你的欲望很多 五千人都想嫁有钱人 结果你嫁了才明白多么痛苦 你不嫁了还以为挺好 你看不到一切都是空的 你嫁了这个大盘子 站在恒定痛苦 压就给人压死了 原材都是空的 到有一天可能他的钱全都没有 而且他更有钱 结果他又再找其他美女 这都是痛苦 实际上人很多执着 你看到一切变化 你就不需要执着了 你看到一切都是空 一个大房子有跟没有 原来差不太远 当没有的时候 你很希望房子很大吧 我在香港的时候房子很小 书都不够放 当然就希望大一点的房子 来到昭雅大房子很大了 书都可以放满了 但是你发现太大也挺麻烦的 你一天都有这个西城打理它 还是挺麻烦的 还有花园走一走 到花园你要剪草的时候 你发现原来挺麻烦的 原来有是好也可以不好 你只要看透 然后有一个大房子 它也不是永远的 终有一天它会没有 那就空了 你看到一切都是空 移民造化大 你以为是很好吗 是天堂 来到真的是天堂 但是慢慢发现 一交税的时候 就变成地狱了 然后忽然间再加一个HST 就更加是地狱了 那就是无可奈何 我们面对的世界就是这样一个世界 没有东西是永远是好的 正好在我分析痛苦的时候 就是人有完美的追求 但他遇到的现实世界不是完美的 你看透你就不会在里面受苦 那么龙树 这是大乘佛教的开始的人 他就讲一句话 就是也是佛学很重要的一句话 他说 中因缘生法我说只是空 以为是假名义是中道义 这是因缘 与这万物就彼此三观 从因缘当中起灭 所有东西它产生的失误 法就是失误 一切的失误 基本上都是空的 这是没有不变的本体 它不具有本性 所以它的本性就是空 空不是没有东西的意思 而是它不具有不变性 这个就是空的定义 不具有不变性 一切都是在变化跟互相关当中 这就是空 所以明字自己加上去是假名 但是你要看透的时候 从中间来看 看到失误 它好像有是在这里 但是同时它也是空 所以佛教有两重真理观 这跟西方也不一样 西方逻辑真理只有一个 佛教可以从两边看 一边看它是空 一边看它是有 好像你现在看到我 我也是空也是有 因为我是有这个人在这里 现在跟你说话 但是我现在跟你说话 因为是很多因缘的关系 让我来到这里的 如果我不是基督徒 我不会在这里 在教会来跟大家见面 如果我不是演出个佛学 我也不会有来讲这样的一些的讲座 如果我当年爸爸没有遇到妈妈 那我根本不可能出生 如果当年爸爸妈遇见 我爸妈妈是在那时候日本打了广州 妈妈考上大学 在广东的大学都迁到内地 到平史的地方 那个中山大学 然后妈妈还是个孝女 我舅舅就送她到火车站在山岗 那时候都很紧张 日军到处都在打 很担心这个妹妹 一个孝女怎么样 结果在火车站看到一个高到英俊的男孩子 是我舅舅的同学在岭南大学的 她问为什么你在火车站 她说我要改到平史那边上课了 我舅舅说好了好了 我妹妹也是到平时你们两个就互相照顾一下吧 结果就照顾了医生了 那个高到英俊的姓梁的 就变成我的爸爸 当战后 我爸爸妈妈都到了昆明里面工作 爸爸是在银行里面他读经济学 我妈妈是叫西兰联大 他是一个研究英国文学的 都是知识分子 但是结果当解放军快到昆明的时候 那时候国民党都崩溃了 我爸爸妈妈都有点担心要走还是不走 结果妈妈由于她读过基督教学校 她危急的时候就想起上帝 就祷告了 身边有本圣经 她打开一看 刚刚里面有一句话说 当黑暗没有来之前快去一个光明的地方 然后那一天晚上她就做梦 就看到共产党来了 要她嫁给一个麻链的人 第二天她在街上就真的看到那个麻链的人 她就很怕说快走了快走了 结果就有朋友在航空公司 问有没有机票 那时候机票很难 国民党都在跑了嘛 结果终于 不然一天上午就有人来说 有机票了 你走不走 马上我爸妈妈就把门锁了 弄了一只鸡都没有吃了 马上就报纸咯咯咯就上飞机 飞机到了香港 让妈妈的家在香港 飞到香港之后 这时候是晚上了 然后一看报纸 原来那一天解放军的路程 就昆明投降了 就解放军路程 原来她是最后一班级 所以我妈妈说 哎呀谢谢上帝终于跑掉 但是很痛苦 跑到香港 医生都不能再贡献祖国了 要等到儿子这一代才能够回祖国贡献 这就是如果当年她没有跑出来呢 我可能在国内出生 我就不会现在讲这些事情了 我可能讲另外的故事了 因为那时候在广东的人 在文革很多游泳到山岗 文革时候 那么可能是游泳到山岗 然后游泳快死的时候 我就祷告 不然之间海水分开 我就从地上走到山岗 那可能是另外的故事了 如果当年不是发现这些事情 我今天不会在这里 如果当年爸爸妈妈没有跑出山岗 我也不会在这里 如果当年爸爸妈妈跑出去之后 爸爸没有精神病 因为爸爸他有很多的痛苦 因为跑出山岗 他就屈屈不得知了 不能再贡献祖国 他就后来有精神病 有精神病我就让我受很多痛苦 孩子受很多痛苦 我就思考人生的问题 我就开始研究佛学 我15岁就看佛学 然后我去打坐 然后经过佛教的境界 之后才信基督教 如果不是爸爸这样 我就正常得很 不会十多岁去打坐的 那么我就最多当个工程师 当个医生那种人 但是由于爸爸有病 引起我有哲学的思维 我就变成搞一些找不到工作的 一种学问去研究 我闪不到原来这些经验 今天都可以变成另外的一些对人的帮助 所以好像我今天在这里讲话 我后面是一重的因缘吧 一重的关系 引起我现在出现 所以我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过去是这样发展出来的 那么我是没有一个不变的本体 一定要如何如何 我只是在变化当中的 很多因缘关系影响的一个人 这个人终有一天会死去 那种关系就散开 化解了我就没有了 所以我只是一个空的存在 所以佛教就看真理有两重 所以真属二地 地的意思就是说真理 真理有两重一重是一切都是空 一重看现实上一切还是有 不过这些有事在变化当中 这个就叫真属二地 所以佛教看事情跟我们读书完全变成 读书就是对事情有定义 我们推论之后用逻辑一定有一个答案 佛教总是可以从这边看 又可以从另外一边看 所以中国人也是可以 中国人看事情总有几个面来看 就是也受了佛教的影响 所以西方有时候觉得 怎么依啥子你可以这样 依啥子要另外的角度讲 依啥子你说人民币不会贬的 不会新的 过几天从另外角度也可以新 再过几天再从另外角度 它可以新一点点 不能新太多 我们都是这些什么思维 就是中国人思维 它的变化中总是看看怎么样调和 这也是受疫情的影响 变化中怎么调和 可以这样就可以了 美国是我们头好的敌人 因为我从另外一边找到 美国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中文是这样 我们在另外一个角度又不一样 美国就不明白 西方人只是一条线的思维 我们就两条线的思维 所以我们两条腿走路 所以这就是中西方的看似不一样 这个佛教就是也影响了这种看法 也由于这样一切都变化 一切都不能用语言把它讲清楚 所以最后的真理是什么 这是在《维摩节经》里面讲的一句话 诸法以无助为本 从无助本立一些法 一些事物最后总是说不清楚 无助就是不能定死一套 然后《经干经》也讲 因无所诸而生其心 所以你心不要定死任何一套 你才能够领悟 这就成为佛教的一种 不可思议的境界 这是原本佛教发展到 后来大乘佛教的一个思想的方向 但是后来这样 有了我一切都是空 也是面对一些难题的 宇宙万物怎么来理解呢 宇宙万物是从何而来呢 但从空来理解是破解你的执着 根本没办法解释宇宙的根源 宇宙只是一片的 因缘起灭只是空 万物从何而来 万物发展的动力在哪里 有天理吗万物 有不变的规矩吗 有不变的规律吗 好像佛教在这方面 没办法解答一些人最大的问题 宇宙万物从何而来 所以佛教对这些是最难回答的 他跟基督教不一样 基督教很清楚了 上帝创造宇宙万物 佛教来说 我只看到一些变幻无常 他从哪里来 你问这个问题就是一种执着 他最后就破了你的执着 但是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的答案 所以佛教到后来慢慢的发展另外一个思想 就是认为宇宙万物还是有个本体 本体的本性就是空 但是这个空的意思就是不生不灭 他不是只是从因缘里面看到空 他认为有一个宇宙隐藏一个真心 这个心是万物的根源 而他的本性就是空 这个叫如来战自信清静心的系统 这个在佛教有一本叫大乘起信论 他就完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这个宇宙 那么也是很复杂 我不能全都讲 每一套都很厉害 每一个都讲得很复杂 但是很简单 他就说 宇宙万物周山一个大海 大海本来就是统一的水 但是当风一吹 他就起了波澜 所以你看万物就好像有不同的样子 实在在后面都是同一个大海 就是万物最后有一个真心 真心的万物是同一的 但是我们看不到 为什么 因为他就无名的风一吹 无名就是愚昧的风一吹 人就起了分别的心 就看事物好山 就有分开了 我看到你 你跟我不一样 这实在我就是你 你就是我 我看到一棵树 树跟我不一样 原来不是 从真理角度 大家都是空的 所以树里面有我 树就是我 我就是树 大家都是空 也看到一切都空 万物的分别就可以去掉了 然后到花园中就产生一个很有趣的观点 如果一切都是空 那么都是一体的 万物是一体 那么我就从任何一颗的微尘都可以看到整个宇宙在里面了 因为整个宇宙的本性是空 一颗微尘的本性也是空 你看一颗微尘 微尘就可以看到三千大千世界 这就变成花园中很奇异的一些观点 花园中的佛学者认为 宇宙是万事 是一个事法界 事物都是在哪里 但是还有个理法界 所以所有事物后面都有个理 那个理就是空 由于它是空 所以理跟事是无碍的 理是无碍法界 因为一切都是空 所以空根本不是个东西 所以这个真理跟万物是分不开的 然后最后事是无碍法界 就是所有事物都是空 所以事跟事之间也分不开 所以最后宇宙就是通为一体都是空 这是另外一套佛教的一个 所以最初我们讲因缘其妙 那个是空中到花园中这种叫有中 就是从自性清净心来解析万物有个最后的本体 由于这样讲 就产生后来的一种思想 就是由于宇宙最后有这样一个本体 这个本体应该是慈悲的 所以佛教就产生一个慈悲的说法了 原来一切都是空 慈悲也应该是空 所以当正元法师他推动很多慈善的工作 从中期来说这都是空的 所以我们慈悸 讲了很多人做很多好事 但是你看到这都是空的 做跟不做还是一样的 为什么 因为你做了人是受苦 不做人还是受苦 不过你救了一些人 他短期小了些苦 再来还是会死 还是苦 所以慈悸好像都只是表面的 从佛教来说 那只是表面的工作 因为慈悲的工作只是表面的 他不能真的解决人的痛苦 但是你要真的理解他比较深度的意义 所以说原来真理不只是空的 真理也是慈悲 我行出慈悲就是行出宇宙的真理 这样就可以有一点不同的看法了 宇宙是不是有个慈悲的真理呢 在佛教这里就没办法讲清楚 宇宙是空还是慈悲 如果宇宙是空 所有善良的行为都是虚幻的 不需要做什么好事 佛教怎么这样做好事 为什么做好事 反正一切都因缘其美在空 那宗旨来说 做根不做是一样的 所以佛教应该的道理是怎么样 就是大家都坐上来一起打坐 就是领悟最高的真理 一切都因缘其美 你看通就微微的消 永远坐在那里 但是世界的人有很多苦难等等 你要去帮助他 但是当你要帮助他的时候 你就开始要面对 就是帮助人是空的吗 是没意义的吗 是执着吗 如果不是 那么帮助人后面应该还有个真理 叫慈悲吧 那宇宙究竟是以慈悲为本 还是以空为本呢 那佛教就要讲到 佛是慈悲的 佛性是慈悲 佛性也是喜乐 那么所以喜乐跟慈悲 才是佛学的最后真理 空不是最后真理 所以这里佛教就面对 究竟宇宙以空为本 还是以慈悲为本 但以空的境界 是不能解释万有的来源跟基础 也不能解释人性的美善 所以要领悟呢 就要离开现实的世界 才能够领悟 最后的真理是个冷漠无情的 因缘其灭的世界 人要回到空子冷漠 才能够领悟真理 如果这样是佛学的最后的话 人间的所有的人爱慈悲 人能的关系 生活现实 全都要归于空 要加以摧毁 或者血离它 才能够达最高境界 如果这样来说 佛教一定要断了生活 才是最高 佛学 佛教也不承认它要断了生活 所以最后 要重新讲这些所谓真理 空跟因缘其灭 就不能先是最后真理 而是应该以慈悲才是最后真理 佛性本来就是宇宙的本点 佛性是慈悲的 所以宇宙也应该是慈悲的 所以佛教到后来的发展 慢慢就以慈悲为本 就不是以空为本 所以佛教是一个很长远的发展 从原始佛教的要追求这个灵物 看透一切的无常 到后来来承认宇宙是有一个真理的本体 然后再最后要承认这个真理本体 是一个慈悲的真理 这样佛教才完成它的思想的发展 所以如果真的真的理解佛学 就有这个发展的过程 一般搞佛学的也不一定全都清楚这个发展 但是我从这个发展最主要就是要推出一点 如果最后佛教要承认慈悲才是最后最高的 那最后他还是需要承认有上帝 这种东西存在了 这种真理存在了 佛教跟基督教可能有一个大家可以商通的地方 就是有慈悲的真理 如果宇宙终极是以慈悲为本 慈悲的本体就一定是具有性情位格 位格的personality 因为慈悲就是一种情 一种悲情 那么最后你还是 你承认宇宙有最后慈悲 你就不能只是一个所谓泛神论的 一切都是真心所起现的万物 万物是真心起现出来 而是真心如果是有人爱慈悲的话 那么你就承认宇宙最后是有一个三帝 这个三帝是具有性情 只有位格 那么你找到这里了 就开始很接近基督教 佛教是所有大的哲学理论系统中 离基督教最远的一套 一个是无神论当然离得很远 第二就是佛教 因为它以空为本的话 离基督教是很远的 但是基督教跟佛教怎么不同呢 我就说基督教不是以空为本 我们认为宇宙是有一个仁爱慈悲的真理 它是一种宇宙的亲情 所以我们叫它天父 天父是一种亲情 由于它有情 它有爱 它就主动跟人类联系 所以基督教遇到一个启示的上帝 佛教是坐在哪里领悟空 大家好像离得很远 但是当佛教发展到最后 展到慈悲的时候 开始很接近 它慢慢要承认有一个有位格的上帝 但是在有位格的上帝 怎么理解 原来位格上里面也有空的意义的 这是很有名的 这是佛学大师阿布正雄 是日本的佛学大师 他也是我的老师 他就在一个与基督教对话 在佛教与基督教对话的第一次大会 那时候我有参与这个会 阿布正雄就提出 这是耶稣基督也通过虚极来完成 他对人类的救赎 所以虚极就是一个空化他自己 Empty himself 那他这样提出 基督教也有空的意义的 但很厉害 那时候很多神学家 有回应他的说法 后来就著名的神学家 莫德曼 他就指出 对实在三位一体的上帝 他同时是空也同时是爱 为什么说空呢? 因为三位一体的上帝 他父子灵是三位 三位都导空自己来爱 其他的一面的位格 但他父爱子跟灵的时候 他导空了自己 子爱父跟灵也导空自己 灵爱父和子也导空自己 所以他完全导空自己来爱 但同时他们又给爱所充满 因为当父爱子跟灵 子和灵也完全爱父 所以父给爱所充满 但是他要导空自己 所以这个大神学家 就回应了佛学大师的说法 基督教是有空的智慧 不过这个空也是充满了爱 所以这个刚好就把空跟爱 综合在三位一体的上帝里面 就变成又慈悲又空 佛教这个慈悲跟空之间 怎么调和还是个难题来的 但是基督教就把它综合了 我们就用三位一体把它综合 但是基督教的基本问题在哪里 基督教他的最机缘的问题 他是要问什么问题呢 基督教他不是从哲学反显开始 他也不是一个修养功夫来开始 而是从一个现实当人遇见上帝的时候 上帝有启示 上帝跟人说话 上帝爱临到人间 人遇到上帝的时刻 在那一刻 他发现上帝是要无尽的亲情 跟我们建立关系 我们建立了神圣的关系 之中这种神圣的体验 这是基督徒 开始成为基督徒的关键 如果没有这样体会 很难成为好的基督徒 好的基督徒一定体会过上帝来临的 所以我们不是坐在那里 修养到一家领悟了 万物无常 变化无常 不是 我们在一个时刻 可能坐在一个布道会 一个展员 展到上帝来到人间 为你牺牲 一大无尽的爱来包容你 来宽恕你的罪 你愿意接受他吗 你愿意请你举手 有些很激烈的 这样子 我就会很婚活的 你好好想一想 你愿意做这个决定 你心中可以跟我一通祷告 结果你就说 我们心中忽然很感动 我愿意到 一祷告三天来临 原来是真的 那就哭得不得了 然后牧师就在外面唱诗歌 说请你愿意接受主了 今天来到台前 然后唱 有一位神 这样大家又哭哭出来 这一课就成为基督徒 很多时候 基督徒是这样 化解在某一课 你低头祷告 一个爱你的基督徒 跟你一起 哎呀原来上帝来到我生命当中 基督教是不同的 他不是修出来 而是在一课上帝来临的时候 他遇见上帝 所以基督教的理论来说 就问 启示这个神圣的事件是什么 因为这个神圣的事件是 你跟上帝会面 那我们信了主才读圣经 一般都是 也不是很小是先研究圣经之后才信主 大部分都是信了主了 好我才好好研究 原来自古以来 都有这些人遇见了上帝 从亚巴拉罕到摩西到先知到使徒 他们都体会过上帝 上帝来到人间 那上帝来的时候是一种深薄的玄秘 这个绝对的他姐 你遇见他的时候 他是绝对的崇高的珍贵的深奥的 那时候 那一课 信基督教是那么精彩的 所以信了主之后 马上发神经去全福音的 但体悟佛教之后 你不一定到处全了 因为你要只是体悟万物变化无产 体悟人生原来就是如此了 就不会很热烈的全福音的 所以有些人说 你们基督真麻烦 怎么一天都要全呢 据说那个小敏 做很多诗歌的小敏 给抓到监牢里面 结果他马上全开去整个监牢都信主了 他叫人唱歌了 主是我最亲爱的朋友 这样唱起就整个监牢都信主 你们基督徒 为什么一天都要全开去呢 因为我们遇见上帝 他是绝对崇高尊贵深奥 这种美善的价值一定要告诉其他人 所以基督教是一种 人和上帝会面的一种爱道relationship 这是我跟你的关系 我遇到上帝了 我们有个亲爱的关系 这个亲爱的关系就好像 我遇见我太太了 我跟她有个亲爱的关系 我遇见我太太 她不是我来的 她是另外一个 是一个她姐 但是她跟我又融在一起 而且我也不能完全理解她 但是每一次理解都是很美丽 跟太太也是 如果你跟太太关系好的话 就是越来越发现 她也很美丽的 每一次更深理解她 她更好 但是每一次理解她 你以后发现 原来过去我还有些东西不理解她的 到现在太太怎么想 我是不完全明白 不过经过几十岁 我就明白多很多 她知道什么 不是完全 我不完全知道她 她还是个奥秘 3D的奥秘是深奥的小奥秘 太太也是个小奥秘 不过小奥秘越理解越多 遇到3D有点类似 是一个爱道relationship 我跟你的一种 所谓性情之间的关系 性情志的关系 就是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然后在基督教的整个发展 从过去的这种爱道relationship 到后来就成为 新约的耶稣基督出现 她有神迹 她最后给丁十十利家 要死而复活 这个事情到基督教后来 就问这个问题 耶稣基督究竟你是谁 你真的是上帝来到人间吗 这一点 基督教跟佛教完全不一样 她也不是修也不是哲审 而是一个人物在历史上出现 她是道成肉身 她是上帝 她表现了上帝所有能力 然后人要搞清楚 她真的是上帝来到人间 真的是基督是弥赛亚吗 耶稣基督来到人间 耶稣基督来到人间 她的神迹 她的死而复活 也可以说不可思议的 但是佛教讲的不可思议就是 进到一个境界里不能以任何理论的框架跟概念来理解 这个叫佛教的不可思议 这个叫佛教的不可思议 但是基督教就是最高峰 当上帝的启示最高峰是 上帝来到人间 他以无尽的大爱包容人类 有行出你不可思议的神迹 真不可思议 上帝怎么会成为人 从西方的逻辑的观念 还是比较难完全理解 但是如果从东方的这种不同真理标准看 东方就可以从真地、熟地、熟地两个观点看 这个耶稣来到人间好像不完全逻辑的 但是就是真理就是不可思议的 你就会通过佛教的不可思议 来告诉那些老外 他们用逻辑思考的 你们还没有走出逻辑的框架 到最高的境界是破了逻辑的所有定义的 那么这样你法律就更理解基督教 原来跟亚洲的思想更接近了 耶稣之后来本身是不可思议 上帝为什么会变成具体的人 是不可思议的 但是这个事情又真的发生了 而且它发生之后到今天 我们还可以通过耶稣基督的钉石 实际上跟它复活 而体会到上帝 而体会到救赎 那更是不可思议 而在耶稣基督来 他就解答了最关键的人类三大问题 苦难 罪恶跟死亡 因为上帝跟人一同受苦 然后他也宽恕人类的罪 而最后他死而复活 人生的三大难题 从哲学从科学都很难理解 如何解脱痛苦 原来上帝跟你一同度过痛苦 以后你体会他 他也跟你一同走上这条路 然后你的罪得到欢束了 死后要复活要永生 这三大难题就在耶稣基督的生命上 完全得到解决 这也是基督教非常不同的地方 在佛教来说 有没有希少摩尼 这个人不是最重要 他最主要是他的道理 他的哲学 那基督教一定是要耶稣基督 因为他是上帝来到人间 这就是一种 上帝通过基督来建立 所以人和上帝的和谐符合 以至到人与人 人与万物 人与上帝都恢复一种和谐的关系 好了 所以基督教跟佛教就非常不一样 从这里 一个是哲学为本的 一个是遇到上帝的一种 一种伟大的神圣的体验 所以基督徒遇到佛教 佛教好像大家很难谈得聋 因为大家都非常不一样的这个进入 但是基督教如何理解空呢 所以从基督教的神学系统 是不是能够包容佛教讲到空的道理 也可以 实在 基督教是从上帝的无量的荣观 荣观 还有仁爱 上帝的喜乐来建立的 但是对空也要反省 因为在旧约圣经 所罗门还说 虚空的虚空凡事都虚空 一代过去一代又来之后 第一次永远存存 这些都是一种对空的反省 基督教基本上也有这个空的体验 而且世界就是变化无常的 所以一代过去一代又来 我们发现一切都是在变化当中 当我小的时候看我爸爸妈妈是高大威门 但是慢慢我大了 他们就老了 最后他们也死了 当我的儿女看我也是高大威门 慢慢 儿女们也大了 从小女变成女人开始 但有一天我变成老的时候 我女儿也可能变成一个中年女人 是探叛的中年女人也有可能 也可能拖着一个孩子来见我 在外国长大 她好一点跟你讲中文说公公你好 没那么好跟你讲英语 嗨 grandma grandpa 灯不好就说嘿 man这样 人生就是一代过去一代又来 只是人生就是无常变化 只有大地还在来 但大地最后也是变化的 在所罗门环比希腊摩尼 大概早了三百年 都体悟到这种空的道理 基督教圣经是有这样的道理的 而且以后的事 不是后必再有已行的事 后必再行 日观之下并无心事 所以事情都是循环又循环又循环 重新发生 已过的世代没有人记念 战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记念 所以不要太挤走 以后今天自己很厉害 希望以后的人记得自己 所以有人都建一些铜像来 让永远未来的人记得他 那建了铜像 还是人都不记得你是谁的 你到欧洲广场看到很多铜像 但是最后你发现那些铜像 都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的 如果你看到一个铜像 在法国叫路易 路易第九 你就不知道是谁了 路易十四你还有一点印象 路易十三就靠一种九才能够留名 后来到路易第九实在很厉害的军环来 他是实际军的领袖 但是现在已经没人知道了 这是过去的人就不记得了 李嘉诚多么厉害 过了一百年肯定没人知道他是谁 现在多么厉害的人 一百年后 两百年后 人从香港的历史知道有个国富城 有个李嘉诚还有个梁焉诚 全部弄乱 然后这次空 基督教当然有空的反省 所罗门环比斯奥摩尼早三百年 已经有这样的领悟 而第二个对空的反省就是 这也是对无的反省 也一样对道家也会讲这一点 就是上帝是从无中创造世界 这是什么叫无里面创造世界呢 莫德曼指出 也是大神学家 他就说上帝本来充满整个宇宙 那他哪来无人 但是他会限制他自己的无所不在性 跟全能性来展开一个 在希伯来文 这里这不是六者是文 希伯来文展开 里面那个叫心神这样的一种情况 他退回他自己 无的空间就出来 然后无一 从无来创造万物 万物从无而来 所以万物不是神 这个基督教很重要一点 万物不能是神 如果万物是从上帝里面生出来的话 那万物就变成神了 所以基督教不会是个犯神论 他说上帝从无中创造万物 这个无是上帝他自己退出来 展开一个无的空间 然后成万物 所以万物的本性是虚空的 圣经这样一段话在罗马书 他说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 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侠迹 由于一切都是从虚空里面创造的 所以他本身也会败坏的 他万物是无产的 他不会永远的 所以上帝从无中创造万物 万物本身虚空 在流转变化中终于败坏 这就是所罗马书为什么说一切都是虚空呢 这是基督教的空观的后面的一个根据 有空的神学第三种反省 所以上帝自己也导空他自己 这就是腓立比书 这是说到这个基督耶稣基督 他本来有上帝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导虚极 虚极这一句话在原文 希腊文叫Kennosis 他空化了他自己 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 既有人的样子 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 却死在世界之下上 所以上帝将他行为至高 要赐给他的 超乎万民至上的名 这一段是很特别的 因为在腓立比书这段 好像一首诗歌一样 这是早期基督徒已经 好像用一首诗歌来表明基督的特性 他本来是上帝的圣旨 但是他空化自己上帝的这种形象 这种最高的荣耀性 他限制了自己的荣耀性 而变成一个普通的人的样子 而且还成为人的仆人 然后到最后死在实力下山 好像变到最卑微 这个卑微让他要恢复 他为圣旨的无善的尊荣 因为上帝通过空化他自己 来完成对人类的救赎 所以基督的导空完成救赎 所以三位一体中的父子 领在永恒中的导空 彼此善爱 本来他是彼此善爱的 彼此导空的过程 所以他也可以通过空化他自己的那种 上帝儿子的荣耀 变成一种人的样子 形成这个最大的爱 这也是一种基督教讲的空 所以空的这种道理 基督教里面完全有 万物在虚空当中 你要体悟人生是虚空 但是你体悟这一切 你最后是知道上帝的无限的美善 但是你怎么和上帝会面呢? 要上帝导空他自己 成为一条道路 让你可以和他会面 这就是耶稣基督 所以基督教同样可以有空的道理 但那个空 找到三位一体的神 就是一个既导空 又充满又给爱所充满的一个本体 所以这样基督教教会 完全包容了佛教掌描空 又超过了空的哲学 而形成一个三位一体 一种奇异的神学 而这个神学 又能够对人类有救赎 又能够和人类建立爱的关系 而且由于是三位一体 他创造的宇宙 也是一个关系形态的宇宙 三地是一个关系的本体 三位一体 父子灵是关系性的本体 同时他也创造一个关系 玩乐的世界 所以这个宇宙万物从一本造出来 从道里面造出来 从智慧里面造出来 宇宙万物是统一的 统一在道 而道就是基督 而万事互相效力 万物是彼此相关 而由于万物跟人都在同一个庞大的网络 所以人犯罪 整个宇宙也没有得到完成 但是基督来 一完成救赎 就终极新天新地的时候 就会恢复一个人神交往的一个新的网络 这个宇宙就完成宇宙了 而这个万物就是基督 基督即着道而造成的 所以万物是统一 但是不是统一在空性里面 而是统一在一个无尽的荣耀跟爱当中 然后基督教跟佛教不一样在哪里 第一就是基督教是有启示的 佛教只是个哲学 基督教是一个与上帝会面的 遇见这个有恩情的上帝 他也展开一个天国的 就是一个永远去爱 永远去没有完成的国度 就得到基督回来天国才完成 我们天国已经开始但没有完成 就already but not yet 我就记记未记 所以我们永远体会到上帝 已经完成了 但是还没有完成 因为最后现实上你要把爱 推到给更多的人 所以这是一个有恩情的 有启示的真理 而佛教的真如是不具有恩情的 只是在哪里等待人去领悟 不能主动上能视线他自己 要到民间佛教才展到 这个佛跟菩萨对于人有些作为 但这都不是道成肉身的启示 所以这个民间佛教 这个佛跟菩萨等等 这些灵界的现在我在另外一谈 在民间佛教的时候才展 那基督教与佛教另外一个分别 就是对生死的看法不一样 佛教相信有轮回 基督教不相信有轮回 轮回是人想上我 过去可能曾经存在 未来可能再存在 实在基督教不承认有业这个东西 佛教认为有业 所以我现在所做的这个业没有完成 所以来生继续下去 基督教认为根本是没有这种的业 我们只能够承认就是 上帝创造了宇宙万物基本的规律 人的世界也有它的规律 而在天国之中也有一种神圣的规律 就是譬如说凭信心和治病 尽为上帝可以让后代得福等等 但是我们不认为这个是 是延许到来生的一种业 所以基督教可以说 一方面我们承认有类似业的东西 好像有规律 但是不是延许到来生的 那么行善不是为了来生的好处 行善只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天体 我们爱人不是要得到一个好的报应 只是爱人这是我们自己应该去做的 所以基督徒去捐钱奉献了爱人 完全是自愿而不是为了来生的好处 我们也不是要修来生怎么样 只要今生我们爱主爱人就最好了 那么人类的整体的报应就是最带来的后果 而我们每一个人都自己跟上帝建立关系 我们也会经验痛苦 但是上帝我们同在这样度过 所以基督徒从来都不是要讲来生 也不是要讲前生 有关前生来生实在是一个虚假的一种假写 这个假写我到民间佛教的时候才告诉你 因为科学家已经破掉现在所有说法 通过催眠可以找到前生的回忆 都已经被破掉 不是今天讲的 我们另外一堂 可能下一堂就讲民间佛教吧 我就可以理解民间佛教的来龙去脉 那基督徒还有一个分别 跟佛教这里有末日 这是终于有新天新地 末日是一场丰富的延期 人和上帝在一起 过一个丰富的生活 神和人立约 是建立一个恩情感通的关系 终极是神仍在爱中 亲切的伤通 在最后我们就在永恒的爱 跟永恒的喜乐当中与神会面 佛教没有末日 只有永恒的轮回 所以受苦是永远的 除非你成佛 那么后来佛教就不能不要 长这个所谓西方净土 就是类似天堂的东西 因为佛教本来就没有永恒的天堂 他只有还有轮回的天堂 后来为什么要长到永恒天堂呢 就因为基督教存到印度 当多玛把福音到印度的时候 佛教慢慢吸收天堂观念 才有所谓阿弥陀佛的 这个所谓西方极乐世界 这是后来的发言 下一谈我跟大家就讨论 我下一谈跟大家讨论 民间佛教的思想 我们就可以清楚 民间的说法是什么的 高层的佛学是什么 从以上所认 相信基督的人可以欣赏佛教的哲理 特别他的空观跟慈悲的思想 但是追寻成德 成佛的大德也可以在慈悲收尾中 仰望慈悲的真理 欣赏体悟上帝仁爱的基督信仰 最后打开心灵 就可以领悟了 上帝可以来到你生命里面 让你体会到无尽的恩情 基督教可以体会佛教的哲学的 我们不需要否定他 他有他好处 但是佛教徒如果要 领悟基督教 你就要通过信心接受耶稣基督 你才能够真的明白这种得救的喜乐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一同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在刚才的时间 我感谢你让我们可以 从很短时间里面 明白到佛教跟基督教 基本上不同在哪里 让我们明白到 你对人类的这种启示跟救赎 是何等的宝贵 我们不只是通过哲学 不是通过修炼来认识你 我们认识你是因为你爱我们 你来到人间跟我们会面 你的启示里的救赎 改变了我们的生命 主啊我们感谢你 我们这样就超过了任何的理论 哲学 各种的智慧反省 各种的修炼 我们可以单纯直接的跟你会面 体会你来到我们生命里面那一种 无尽的慈爱和喜乐 主圣灵继续带领我们 让我们体会到你同在的 那种生命是何等宝贵 是何等的恩典 是你无尽的恩情 我们感谢你 主圣灵继续带领我们生命前进 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就没了抢 Amen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